我现在要来看一看我窗外的海景 这就是达达尼尔海峡 我昨天住的居然是海景房 你看远处的这条大轮船 这条轮船真的很大 是一条集装箱船 我昨天晚上听着涛声睡了一夜 因为我没关窗户 我梦里的都是海涛声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埃及阿巴德 昨天晚上我是从达达尼尔海峡的对岸 来到加利波尼半岛上 到这个半岛上以后 第一个遇到的城镇就是埃及阿巴德这个城市 在这块其实我挺感动的 怎么说这块沿着海边 把这个变道人行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沙盘 然后向你展示一战的时候 在这会发生的惨烈的战斗 你看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大海 这边呢就是这个达达尼尔海峡 而那边呢就是爱秦海 在中间的这块的这个大沙盘呢就是加利波利半岛 一战时候重要的那场战役就是在这个半岛上进行的 这块是加利波利战场上的一个模型 这是两边的欠豪 这一侧的欠豪呢是协约国的联军 这边呢是奥斯曼土耳其的这个部队 两边呢隔着这个欠豪相互射击 那这场大战中啊 协约国的联军投入兵力大概是50万人 最后战死战伤一共是21万人 土耳其这边的部队呢投入的兵力在50万人以上 最后战死战伤是25万人的 所以两边将近有50万人死伤 这一场战役是一战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场海上登陆战 非常非常的惨烈 你看从这个达达尼尔海峡的口门这块进来 你会看到海面变宽啊 然后呢再往里走 走到这儿的时候 你会发现海面突然收窄了 突然收窄了 所以呢这块呢布了大量的 在一战的时候布了大量的水雷 然后这块有炮台有炮塔 这是我昨天傍晚的时候去的那个炮台 然后呢现在的这个轮渡呢就在那儿 就是那条线就是现在轮渡 这是整个达达尼尔海峡最短的这个咽喉要道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舰队 联军的舰队突破这道防线 再往里走 你看一下这个海面又变得很宽阔了 对不对 又变得很宽阔了 就无险可守了 然后呢 从这儿一出去 到这儿就进入马尔马拉海 那就是一个宽阔宽广的区域 你再也不受控制了 然后从这儿一直可以去往伊斯坦布尔 就再也 再也守不住了 所以这个 这道海峡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在这儿 最开始的时候啊 像丘吉尔他们啊 认为只要他们的海军出现在达达尼尔海峡 土耳其人就没有任何抵御能力 因为呢 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非常的贫弱了 而且呢 在整个加里坡利半岛上只修建了一条公路 炮台啊 什么这些海防设施啊 非常的陈旧 所以基本上是堪一击的 丘吉尔呢 当时想的是可以轻易的占领这个海峡 然后通过这个海峡 直接把土耳其的首都拿下 逼迫土耳其退出这场战争 但是呢 没想到呢 土耳其在这个达达尼尔海峡这块呢 布置了大量的水雷 使得他这个舰队进来的时候呢 就损失了好几艘战舰 英国人呢 就很害怕 他不知道这块布了多少水雷 当时呢 英国人呢 就退缩了 改而采取水路跟陆路 两栖作战的方式来进行 水路呢 就是继续往这个达达尼尔海峡这块打 陆路呢 就是从爱琴海那一侧 就是这个加里坡利半岛的西侧 迟缓 就使得德国对奥斯曼帝国 进行了军事补充 使得整个战局出现了逆转 在这块呢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 联军是在什么地方登陆的 他们的地形是什么样子 这个半岛啊 它是高山贴岸 它没有沙滩 它根本就没有办法登陆 所以呢 它登陆点只有那么几个 所以这就为什么 这场登陆战打得这么艰苦的原因 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主要的登陆点 是因为这一块呢 它基本上还算是有滩图 就你是可以在这个块 可以先登陆 然后呢 再往内陆攻打的 所以这块呢 是作为一个登陆点 还有呢 就是在爱琴海这一侧 也就是加里坡利半岛的西部 比如说 西部的地区是 主要是战斗发生在这边 看啊 这个区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场 这个湾呢 你可以看出的 它是有一些平坦的滩图的 协约国部队会先抢滩登陆一英里长 或者不超过两英里长的一个小滩图 然后再往上养攻 然后土耳其的部队呢 就在这个山脊上 从上往下辅攻 我今天要去参观的这个重要的这些地方呢 都是当年的战场 在这块你可以看到 土耳其是怎么从上面往下打 登陆部队被压制在狭窄的这个海滩区域 然后往上艰难的养攻的 对吧 所以这块一定要好好看看 现在我就已经开上了探索 加利波地战役现场的道路了 这条路不是很好 估计走的人不多 修得坑坑坑坑坑的 我现在要去往海利斯甲 也就是加利波地半岛的最南端 在那边发生了登陆站的第一场战役 也是非常非常惨烈的一场白刃站 从这儿过去大概是24分钟开车 路比较窄 但好在也没有什么别的车 两边都是森林 那这条路呢 实际上它是在山脊上走 这岛上基本上除了几个小城镇以外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城镇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要地 应该是土耳其现在是有军队驻扎在这 其实这一路上 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墓碑群的 有的是澳新军团的 有的是土耳其士兵的 那很多的地方呢 现在已经变成农场了 农场的边上 就是以前的那些死难军人的墓碑 现在你看这个天阴沉成这个样 就跟你的心情一样 一片阴霾 充满了哀伤 关键是这个路上 连别的车都没有 是不是感觉到很孤独 现在我到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加利波利半岛的最南端 这个我旁边是一个正在维修中的白色城堡 这个城堡呢 其实是修建于1685年好像是 在历经了两个世纪以后 却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堡垒 如果这个地方一旦被英法联军攻破 那他这儿的陆军就会源源不断地从这个地方上来 整个这个 土耳其部队就无险可守啊 整个这个半岛就会被占据 所以绝对不能让他登陆上来 你看当年这个地方打得真是死去活来 失衡遍野 但是呢 今天呢 那今天你看 这块的人家 非常的安静 而且道中都飘着这种 槐花啊 这槐花像雪一样的往下 特别香 特别香 而四周特别特别的宁静 这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安详宁静的村子了 你很难想象当年这个地方是惨烈的战场 你看当年的战场 现在变成了一片非常非常宁静的村庄 几乎没有人来打扰他们 也没有游客 想一想吧 这就是当年非常战役的发生地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海里斯甲 当年非常惨烈的登陆战 就是发生在这块 这个城堡呢 是1685年的时候修建的 没想到200年以后 就成为土耳其军队 抵御英法联军登陆战的 最重要的一个桥头堡 现在的这个城堡正在修 所以没法参观 这个海甲叫海里斯甲 这个叫海里斯甲 那上面呢 有一个海里斯甲战役的纪念碑 你可以看这个海甲这块呢 它都是悬崖 所以要想从这攻打上去 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纪念碑 这块了 那这块呢 应该可以居高临下 往下看一看啊 当年战役发生的地方 这个纪念碑上写的是 为了纪念那些部队跟船舶 他们在达达尼尔海战中的英勇战斗 并且呢 也是为了纪念死去的 20540个英国水手和士兵 以及248个澳大利亚的士兵 到这儿来了以后呢 你发现 其实刚才我说的一点都没错 刚才我站在那边的滩图上 我就说 那块肯定是登陆的地址 肯定登陆的时候 就是在那片浅滩上登陆的 我上来以后发现 果然没错 因为呢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悬崖 那边呢 是一个堡垒 在这个悬崖跟堡垒之间 只有那一小块相对平坦的沙滩 就只有这么很小的一段可以登陆啊 然后呢 在这边的山崖上 实际上土耳其军队 挖了很多的这个战壕 在那边的城堡里头 也有大量的大炮 对着这个海滩登陆的这些部队 一通扫射 所以呢 这使得那时候的登陆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呢 他们从这块登陆以后呢 直接面对的就是 人工设置的各种屏障 所以他们没办法直接过去 所以呢 就被夹在这两个高地之间 被机枪扫射 到今天呢 你可以看到 原来抢滩登陆的那个地方 那小片平原 后边是什么呢 后边是墓地啊 大量的这个死阵亡的这些军队 我估计可能很多都是英法联军 或者是奥兴军团的人 你看这也是墓碑啊 就在这个滩土上 安葬在这里 在他们登陆的地方 哎呀 真的是 然后呢像这块呢 还有这个暗宝 地宝 从这个地宝里头都是这个机枪孔 在往外打 哇 这是机枪眼 哇 从这里头喷射火蛇呀 咱们可以下到这个土耳其当时的他们军人修的战壕里面去看一看 这个战壕其实对于我这个身高的人来讲还是可以的啊 站在这战壕里你不用垫这个板凳 到这儿就有点够呛了 在这块拿着一个枪在这块射击 差不多基本上够你把这个胳膊伸出去啊 这样打 这样躲 不要想从这能瞄准能打到那边的人身上 我觉得也得 瞄得很准才行啊 这距离其实挺远的呢 怎么着得有 两公里吧 我估计得有 这就是海甲 这灯塔前头这一块呢都是悬崖啊 就是刚才咱们在下头看的 因为整个这个半岛沿海的这部分呢都是悬崖 但是上了这个悬崖以后呢 这块就是一大片的平地啊 从这个地方 你要是想去往它各个 往那个后方那儿很容易的 哎 你看当年的 枪林弹雨的战场 现在是安静的麦田 一切都很自然 非常的安静 只有鸟的叫声 还有风声 我觉得如果 这些死去的这些士兵 他们的亡魂埋在 这个地方 看到今天这种和平的景象 也就能安息了 这个地方呢 当时呢也是一个重要的英军的一个登陆点啊 我们去看一看 这叫X号海滩 现在从照片上看 这个 当年 拍的X号海滩跟今天是样子是一模一样 就下面那一小块浅滩 那一小块海滩 就是英军的登陆点 当时呢 是4月25号的早晨 这个6点25 英军的这个登陆的艇就在这块出现了 当时这块的守军呢 土耳其的守军只有9个人 只有9个人 但是呢 依然是向这个3000名英军开了火 后来呢 是肯定是抵抗不住嘛 然后他们就求援 当时的土耳其呢 那边有一个驻扎的第7集 集团军 实际上是作为后背补充力量的 所以当时他们的领导人 就意识到这边 发生了什么状况 应该是英军 绕开最南边的那个海甲 在旁边找的一个新的一个登陆点 所以他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呢 马上派员来增援 派了大概250名土耳其士兵 这些士兵呢 他们是从海上过来的 跟登陆的英国人正面交锋 所以呢损失惨重 因为没有什么庇护嘛 虽然是损失惨重 但是呢避免了那边海甲 那块的土耳其 守军遭受复备受敌的这么一个窘境 所以他们的牺牲还是很值得的 1915年4月25号的时候 英国人就是在这块 登陆 因为你看整个的这个 这个半岛啊 它的这个边上边缘啊都是悬崖峭壁 海滩 海滩非常的少 就只有这么一小六海滩 有这么一小六海滩 就已经是不错的登陆点了 所以呢 他们登陆上来了以后呢 必须得马上往上攻 而土耳其的部队呢 就从上面往下扫射 所以呢 对于登陆的部队来讲呢 也是非常的艰难啊 今天你别说往上攻了 就是往上爬 我觉得都挺难的 现在呢 我站在这块 四周没有人 根本就没有人烟 非常平静的一片海域 而且呢 这个海水很轻啊 上面的石头啊 什么的看得非常的清楚 像这种海滩 没事的话 一对情侣过来 甜言蜜语倒是很好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作为战场来讲 这个将是 多恐怖的一件事